全油管最快新闻,美国男篮在世界杯半决赛中败给了德国队,这已是他们连续两次未能晋级决赛。 德国男篮凭借出色的个人能力、经验丰富的球员和相互磨合的团队配合,顶住压力,在关键时刻锁定胜局。 由于世界各国篮球实力的飞速进步,美国男篮的优势已经越来越小。 虽然美国队仍有出色的球员,但像德国、塞尔维亚等球队也具备夺冠实力。 篮球世界已经不再是美国统治的运动,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